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2月1日星期一的第一節先去談談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從昨天開始 大陸和特區政府反制BNO的措施就正式生效了 大陸和特區政府不再承認BNO作為一本旅遊證件和身份證明文件 到底市民在手持著BNO護照辦登機手續的時候 有沒有遭遇到什麼困難呢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憶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根據多家本地媒體的報導所說 市民在離港辦理登機手續的時候 國泰航空的地勤職員 仍然可以在他們的系統中輸入BNO護照的資料 至於在通過安檢的時候 就不能夠用BNO 不過 只要向保安人員出示其他的身份證明文件 例如是香港身份證 都仍然是獲得放行 而去到關口的時候 當然他只需要用身份證 通過醫道 或者是向入境處的職員出示 給他檢查 仍然是可以過關 所以在登機方面 就是暫時沒有問題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說過份憂慮 另外 BNO的5加1簽證 昨天就已經開放了申請 不過如果在網上 通過電腦來申請的話 所批給的簽證 就要在90日之內抵達英國 反而來說 在2月23日通過手機應用程式Apps 申請5加1簽證 批給的時候就沒有 抵達英國的時間限制 那個安排上就會靈活很多 所以我認識有些朋友 他們都說等到2月23日才申請 各有各的選擇 當然如果他說很趕著的很頻能 當然要上網申請 因為批給的時間 據資料所說是12個星期 如果有些人的心態 都是想買個保險 批給了之後 他都可能放在床底 有需要才能用到 當然等到2月23日才申請 當然申請的時候 他又要付医療費用 如果只是說簽證費 就有限錢 最貴的5年期都是1000多元 問題是加上醫療費 那裏都在說三筆 如果五年計的話 三筆多元 所以 行有餘力的就買保險 如果都捉耕見爪 當然要先想清楚 因為 現在申請5加1 他都會看財務狀況 當然那個已經定到門檻很低了 其實一般人都可以承擔得到 如果連那個最低門檻都承擔不了 其實都不建議硬去 另外近來在Facebook 就瘋傳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寫的那個人就叫作者 名字真的叫作者 有不少的益友 他們看完之後就覺得很擔憂 就走來PM問我 這篇文章到底你怎麼看 實情我也不想評論 因為既然有益友問到我就姑且回答 有其他KWL都已經完全把他這篇文章批薄了 不過既然有益友問到我就回答 這篇文章根本上就是錯漏百出 他只是說到 中共有一條叫作公民法 將會在香港直接實施 我不知道他所說的立論是什麼 但是全中國就沒有一條法例叫作公民法 只有國籍法 他說中國公民法一貫不承認商場國籍 那條不是公民法 那條叫作國籍法 他連法例的名稱都搞錯 然後有一段他又這樣寫 他說任何使用香港特區護照進入香港的人 都會被視作中國公民 危害他們透過BNO入籍英國的申請 這些也是BNO入境 目前來說 按照現在這個情境 入境香港的時候 如果大家不是窮到窮 沒有坐過飛機都知道 入香港境是怎樣的 是用身份證的 如果你是香港居民的話 那何來用特區護照入境 這件事本身就已經是錯到離譜了 不知道這個人是不是 亂寫的 但是有些人相信 你催他不死 這條作者就說用特區護照回香港 就會被視作中國公民 危害他們透過BNO入籍英國的申請 到底他所說的法律基礎是什麼呢 他竟然說引用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 根本上這條公約裡面 所規管的就是領事不是規管人民 是沒有說到這一條 是他純粹自己作出來的 大家不要相信 還有一件事就是 他又說到什麼領事保護權那件事 就說如果你聲稱自己是香港人 就加拿大領事也幫不了 加拿大領事一向都幫不了 不好意思 麻煩你上去入境處的網站看看 別人寫得很清楚 根據大陸的國籍法 如果你是在中國內地或者香港出生 並且具有中國血統的話 你無論是香港居民或者是前居民也好 你也是中國公民 是他視你為中國公民 不是你說不是就不是 如果你是中國公民的話 怎麼辦呢 你就不會因為持有外國護照 而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享有領事保護權 這個是已經寫得很清楚 白紙黑字在入境處的網站也有解釋得到的 你根本上 當然啦 如果你說我是白種人來的 或我是黑人來的 那不一樣 你又不是有中國血統 或者你根本上是在外國出生的 那不一樣 如果說在大陸出生的 或者是在香港出生 而又具有中國血統的人 根本上 就一直都沒有這個領事保護權 大家要清晰這件事才行 不要讓他寫一堆所謂的術語 專有名詞 然後堆砌了一篇文章 你以為他最多就有道理 這篇文章完全是流的 很多QL都已經是博過的 他最後又拿了加拿大的提醒出來說事 就說 如果你身為一個加拿大人 即是拿了一本加拿大護照 在香港遭到執法部門 流難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自稱是加拿大人 如果你自稱為香港人 加拿大領事也幫不了 他就寫這些東西出來 其實這些根本是自欺欺人 騙自己 麻煩你返回現實政治 我不跟你爭論什麼法律虛無問題 只是看看現在在大陸 有幾個加拿大公民被大陸拘留 有一個是前外交官 叫做康明海 加拿大領事也一樣有幫忙 叫做去關注跟進 那就幫了什麼 那個是白人來的 是不是外交官 一樣是這樣 他有沒有自稱加拿大人 他一定有 幫得到什麼才行 他最多介入就叫做跟進一下 探望一下 更何況就是 你說這件事是廢 你就算自稱為加拿大人 怎麼樣 如果你本身是在香港出生的 或者在大陸出生 而又有華人血統 你基本上 就算拿到外國護照 你都不會 在香港享有領事保護權 這個是很清晰的 除非你說 我根本上都不在大陸或者在香港出生的 我在加拿大出生的 那又不同 那你就宣稱自己是加拿大人 問題就是 你說加拿大領事幫你 我也不知道他幫得到你什麼 他自己的公民 在大陸被拘留 幫不了 所以這些Facebook文章 大家就最好看少一些 看多一些東西 不會讓你自己的知識 充裕了 反而就是讓你混淆了 根本上就是 亂堆砌的東西 從頭開始就已經錯到尾了 大陸沒有一條法例叫公民法 所以這篇文章 那個作者沒有改錯名字 他就是叫作者 就是老作的 所以大家看少一些 不要看 看來有什麼益處 是不是先 好了跟著就講一下這個二等公民論 近來無論是中聯版也好 或者是有些建制派的人士也好 就說 移民去英國 就是做二等公民的了 其實當大家去到英國定居半年以後 就已經可以登記成為合法選民 基本上來說怎麼會是二等公民 大家所享有的公民權益是平等的 你二等公民的說法從何說起呢 林鄭在2016年的時候 曾經接受過商台陳志韻的訪問 當時他說什麼呢 他當時還在做發展局局長 林鄭就說 這幾年以來 最開心的那段時刻 就是2012年的農曆新年 當時發生了什麼事呢 他就大致上是決定要退休的了 那時候他兩個兒子都還在英國讀書的 他就想著退休以後就沒有時間去英國住了 所以 2012年的農曆新年 他就放了幾天假 去了英國 跟他老公林兆波 看樓 看家師 就想著有個小小的 有前後花園的小屋 在那裏過兩個人的生活 最重要是不要離兩個兒子太遠 因為兩個兒子都在劍橋讀書 林鄭就說那段日子 至今 2016年 他受訪的那一天 都還是近年最開心的日子 後來林鄭就選擇做行政長官 喂 你自己做到香港的 阿頭了 是不是 名義上也是 喂 你也有個這樣的心境 你也認為去英國那段時間 是你最開心的日子 你也是戀英 你做行政長官也是這樣說的 這些東西 你說過的嘛 不要說這段片是假的 商台有播 YouTube都有找出來的 你自己說的 還有什麼好說的 什麼二等公民 你做二等公民 做得那麼開心 啊 搞錯啊 真是 你還有 香港根本上很多都是裸冠 因為法例規定了 你要做行政會議成員 你要做問責局長 你要做那些高級官員 所以要放棄這個外國護照 或者你要做立法會議員 你要放棄這個外國護照 梁君彥也是其中一個 是不是 喂 一隻二隻 各個拿著外國護照 你自己本人放棄 因為應法例的要求 你的家人全部不放棄 那說什麼 口裡面就叫外國 實際上哪個個交腳 沒有好說的 這些東西 沒有說服力 是不是 只是說林鄭 你老公和兩個兒子 放棄了英籍沒有 整天一味就推諉 說英國護照 是一個 旅遊證件 特區護照也是一本 旅遊證件 笨 特區護照很失禮你嗎 你身為香港的頭 香港的行政長官 原來自己 家人都是英籍的 那你有什麼說服力 一味在喊人愛國 自己的家人都不愛國 你入籍英國的時候要宣誓 是不是 你熱愛那個應該是大不列顛 及北愛爾蘭聯合 王國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自己想清楚先 大哥 你入籍的時候 你要宣誓 既然你說那麼愛中華人民共和國 為什麼你還拿著英國護照 說不通的 邏輯上面都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